HELLO 大家好 我是來自地獄的廚神 藍藍 我知道很多人跟我一樣的感覺 就是覺得製作組的稿已經開始好更新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時間上幾次的挑戰 其實我是巨成功的 不過我已經去到神的level 所以我不跟他們一般見識 今次我特地去Daiso 買了一堆古靈精怪的東西回來 打算挑戰野餐飯盒 當然廚神就有些神的工具佐供 所以我們一起來看看 究竟這些12元一件的工具仔 是不是真的神佐供 第一個就是這個 DONUT飯糰的工具 就是把飯放進去 一出來就是一個DONUT 好像很厲害 然後這個就是腸仔的雕花器 在腸仔上面有一些 芙花圖案的形象 然後這個就厲害了 這個微波爐炒蛋神器 聲稱把蛋放進去 然後放進微波爐一丁 出來就會有這個形狀 然後就到這個火腿的切割器 其實我都不太知道是什麼 不過看起來好像一朵花 就回來試試它 最後這個就是早餐筋 BREAKFAST SPOON 就是平時我們這些港女 早上當然要吃一些 YOUGURT 那些什麼菇類的脆脆脆脆的東西 它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功能 就是可以剝蛋殼 等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 一下子就撬開了 我們事不宜遲了 首先我們做了一個飯 這次我們做這個野餐飯盒 如果做得成的話 我已經真的是神來的了 是不是壓緊它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就揉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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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等下都有不同顏色 所以如果你有心機的話 其實可以製作一半白飯 一半有顏色的飯 那就看起來很厲害了 是不是吸起來了 哦,原來是這樣 但我弄得有這個水 下一口會再弄一點 真的好漂亮 評分有10分 我會給10分因為我很喜歡這塊 我覺得很好玩 而且最重要是簡單 快 你看有多難啊 Lunch Box而已 我懂 接著我們試下一塊神器 這個是腸仔的雕花器 第一個黃色的東西 就是把腸 凍在這裡 應該不用落到底 這個有點難 這個有三間 這個就是製成品 這個尖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它是有斜了下去 但出到來的效果 我就不覺得很亂切 最特別是中間的星星 我現在就放下去了 星星是滾的時候就會灑開 不知道怎樣化開 等一下就看看 第二個毛就是有動物 這個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類似白爪魚 然後再加這個小小小小的物體 但它特意製成這個彎 我猜這個應該是貨製芝士腸 我想說很難控制力度 因為如果不夠大力 它又沒有那個印 但如果太大力 它自己的腸就爛了 這個帽子是整個樣子的 然後這個帽子是整個底 當我已經灑了九十二條腸 其實我現在才發現這個事實 好了 我的製成品 給大家看一下 我已經知道 接下來的Halloween可以做什麼了 我們選擇更漂亮的放下去 都真的蠻可愛的 好 就這樣 先試試看 這個非常實用 如果會用的話 我建議大家下次也不要冷靜 看它好像小朋友玩泥膠那些公仔 其實別人的這個袋子 是有一個很詳細的說明書 下次也是看說明書 實用程度和這個評分我會給10分 因為 其實是正東西來的 我不懂 接著就來到這個 微波爐炒蛋神器 第一件事當然是剃了雪明書 好了 它就說 將蛋液 倒在這塊東西 它有一個細細的線在上面 原來 讓我看一下 這個東西也很實用 以12元來說 這塊東西真的很實用 它裡面其實是有一條微微的線 倒在線上一點 接著就放入它定30秒 蓋上蓋子後就放涼 讓它成形 原來它中間還有這個洞 是故意用來最後一支茄汁的話 我們做了個蛋 待會放涼的時候先做另一件東西 然後就放入煤煙煮 然後就做30秒 我們先叮一下 - 幾秒後 好 我們叮完之後 就是這個 都水潤水潤的樣子 不過它四顆好像不同狀態 有點起泡 但我對它有信心 因為我覺得壓完之後 它就會凝固得英俊一點 好 這個 對 然後就壓緊它 是吧 我都說壓緊了之後會不一樣 好 OK 我們就放到一邊 放涼一下 我們就來 試試這個 火腿切角器 首先它有分一邊是粗的 應該這邊是粗的 粗的坑坑 然後這邊是幼的坑坑 切完之後 就把它對摺 然後就用一個漂亮的 籤 刺住它 這樣就會好像這朵花 我們做個幼的看看 OK 先試一下 好了 它就說 蝦紋要 這樣 蝦紋是這樣的 但要斜斜地摺 好像不是吧 它 它應該要爛的 幼的不行 快 粗的 粗的可以了吧 可以了吧 頂你這個肺 是應該不行的 好了 不關我試一下 舊東西的問題 是嗎 假設它說這樣摺完之後 然後就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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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就在這裡插 哎呀 插完 接著這個 假設已經是 這樣翻出來 一朵花 但它沒有 搞完了 這個東西是廢的 零份 重作 搞不定 好了 最後就來到這個 Moth蛋器 它說可以用啤酒 可以噴水果 可以噴乳 可以噴乳 不就是緊 不過它特別的功能 就是聲稱可以 剝這個蛋殼 我現在就想做一個 Challenge 就是我手動剝 用這東西剝 看看是不是真的快一點 它真的很有用 它是有用的 因為我覺得雖然它可能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要在殼和衣中間 你看我已經弄爛了一隻蛋 但是它是有用的 如果一隻蛋很熱的時候 我不用拿手去 我給的評分 就五分 因為我覺得是看人 它是有這個功能的 不過就看看你有沒有這樣的需要 不想用你的手 然後 就是了 OK 我們就回到剛才這個 冷咳的蛋蛋 看看它應該OK成型 Gapashane WOW 你看看我做得很好 它還有蛋汁的 看到嗎? Gapashane 看到了嗎? Gapashane 是不是很可愛呢? OK的 好了 我們現在就擠的茄汁 進這個洞洞裡 我哪有 啊! 沒事的 它只是多了點水 可以擦的 放下去就沒事了 我做完了 各位 這個 微波爐炒蛋神器 我給10分 因為它真的做到 靠丁丁就可以做到蛋出來 所以我挺喜歡的 不過可能要控制它的蛋漿 究竟要放多少 和丁多少 好像每次都不一樣 大家是要抱著做實驗的心態 去試這塊東西 但是總括而言 我覺得這一堆神器 是 呃... 做一點點 叫不叫神罪功又不叫 不過它有它的用途 但是whatever 我都已經做了這個 夜餐 餐口 我要 發開啟了 就是說 這個 可以下個小時 可以下個小時 可該 entr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